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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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空无自信的 所以没有什么好痛苦 更没有什么好快乐去追求 要经常保持这个状态 这个要念下来 因无所住 所以凡所有相都是虚幻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一切诸佛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 想到了 它只是一个因缘合合的 幻化的存在这样而已 所以站在大乘佛教 那你只要保持在这种空性的状态 那就能够更圆满 自慰度先度它 所以虽然自慰度还没有成佛 但是我们只要保持这个了解 所以一切都是如幻如画的存在 所以生命就是在变化无常 苦也是正常的 苦是这个世间的真相 这样而已 所以比丘总带三分病 那作为一个菩萨 众生病则菩萨病 就像一个妈妈 就算自己生病 但是她想的是自己的儿女 有没有在生病 所以超越了自己的痛苦 去关心别人 所以虽然八观在界有 无量无边的功德 以仁天福报的心态 受持八观在界有二十小节的福报 乃至不堕落上而道 以为解脱轮回而修行 有六十小节的富贵自在 以菩提心为众生修行 所以八观在界的功德 可以圆满世间的福报 更可以消无量的业障 罪障 八观在界可以让我们来世升天 八观在界可以让我们 往生十方诸佛净土 所以八观在界是成佛之因 那我们了解这个果 所以我们要精进的 按照所制定的外以八支 内以六念 再加上一个利他的菩提心 这样圆满所有的功德 来供养众生 所以至少今天在桃园 要这样想来 愿桃园境内外 所有友情 山和大地 一切自在 台湾本土 世界各地 法界众生 同享功德 恩阿佛 那修菩萨道有一点这样 就是说 就像整个地球 你用一个袋子把它装起来 如果你一放掉 它就马上 沉到水里面 会被火烧灭了 所以只能靠你一个人 抓住整个地球 这个世界痛苦的众生 所以这个叫 不舍弃众生的悲心 那为了让他们 找一点离苦 那一方面 把这些水火消灭掉 二方面 要充实 乃至把功德布施给他们 所以 那 学菩萨道 要有这种承担 而且是舍我其谁 要耐力起 孤独地去承担 为了如此 所以 受此 把万在戒 点灯 放声 念佛 那我想这个是 最重要的心态 那事实上 这种心态 只有努力 没有压力 今天 如果你是一个女人 为了要抓住 你的老公男朋友 那个压力很大 你对谁都不关心 你只有关心 你所爱的 那这种执着 不让你自己痛苦 然后 又没办法达到快乐 也会让对方很痛苦 那菩萨道叫我们 不要抓住任何东西 或爱一个人 但是要关怀所有众生 要承担所有众生的苦 那我想 各位要一直 升起这样的心 那虽然升起这种 慈悲心 但是我们要老实地 修行 人天福报的 孝顺 慈悸 不思 一定要做 解脱到的这种 安住在 无贪嗔痴的 空性的状态 然后 这样去界定会 更要做 但是 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 回向给众生 回向成佛 而承担这个世界 所以 用我们 时时刻刻都用这样的心 来念佛 来走路 来吃饭 来穿衣服 所以 所做一切 都是为了 念一下 当愿众生 当愿 一切都是为了众生 因为众生 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修行菩萨道 一个最重要 就是感恩的心 如果你看不起一个人 那你就离开菩提心 就算你富贵如国王 但是看不起一个小乞丐 那你的菩提心就不见了 因为菩萨道 是把众生顶在头上 要来服务众生 说众生老母亲 永远的仆人 所以千万不要去 看不起对方 有时候人条件 比较好的时候 就很容易容易 看不起对方 就像我虽然出家 各位看到我 穿红衣服 请师 你不要以为他最伟大 他最容易下地狱 因为 你要用这样去看 你千万不要说 那天我也要 被请出来 师父好骄傲 好像皇帝一样 没有这个想法 一切都是 这是一种承担 这是一种为了表法 这一种责任感 自己要战战兢兢 觉得自己毫无资格 所以自己不过是一个小丑 把这个戏演好 所以 但是往往 凡夫不容易做到 当你看到别人好 当你稍微有一点位置 当别人叫你会长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空性的人 或者经常思维空性的人 你马上会想要 占那个位置 骄傲 有时候我经常有一些会长 联络人 有时候我给他暗示一下 说 换人做做看 哇 翻脸啊 毙命啊 反正他就觉得 这个位置是我的 这个道场是我的 这个地方是我的 你就不能动他 但是各位你想想看 这种人就越不能做 因为他已经没有资格做 但是他偏偏又喜欢站住 那也造成一种 佛教的末法的现象 所以人要 要有这种惭愧心 随时告诉自己啊 就像我师父说的 上台要讲佛法 下台要做功 因为你不能一直高高在上 所以随时让自己觉得像 自己像路边的乞丐一样 要享受这种身份 但是内心里面 却充满了 为利益众生的 这种悲心 菩提心 所以各位捏一下 来 身如乞丐 心如黄金 所以各位最好 时时保持那种 被抛弃的状态 被拒绝的状态 落寞的状态 千万不要反击 千万不要反击 当一个人 他被侮辱的时候 或是怎么样 被看不起的时候 他会找一百个理由 去骂对方 就像一个人被老板开除了 骂对方 不但骂对方 还想要报复了 还跑到劳保局去告 如何如何 那这种人 就没有发菩提心 也没有做菩萨的资格 因为他还有杀伤力 他想要报复 所以我们归三宝的 归法 各位永远要告诉自己 来 灵舍生命 不伤害任何众生 你要有这个举行 我们是来这边被伤害的 大摩祖师讲的抱冤行 我们是来被讨债的 要有这样的思想 如果你想要从别人的眼光或身上 得到一点自己的快乐或地位 那就是一种执着 那就是一种痛苦 就像各位当初结婚一样 特别女孩子 我嫁给这个人 他会给你幸福 你继续去摸条网 他还不会伤害你 你要从男人身上得到被尊重 被爱 那你头发失去 是不是 这个叫无名 那你现在了解了 不要怪对方 一切都自己错 千万不要说 那个人害我 那个人害我 全世界就是你自己在害你自己 谁害你 是自己一个错误的思想 来着自己的累劫的恶业 在束缚的你 没有人害你的 结果你会把过错怪给对方 那你就失去了报恩的心 那你更失去了大悲心 就像一个子女 要怪他父母穷 怪他父母长得 把他生得太丑 怎么样怎么样 怪他父母亏待他 那这种人 就没有资格做人 所以我记得我从小 我父亲都跟我说 以后你要结婚 娶谁 父亲都不管你 但是你最好去他家看看 如果这个女孩子不会孝顺她的父母 不会爱护她的家庭 你千万不要娶她 管她什么是有钱没钱 漂不漂亮 因为这个人就没有德 你娶一个没有德的人 那对你伤害最大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我们过去搞不好都是这种人 但是我们有机会听闻佛法 要生起大惭愧心 所以不敢再犯了 所以感谢佛法的加持 所以我们才能够改变自己 要生起这个念佛报恩心 然后呢 佛法的目的是来帮助众生 千万不能利用众生 利用众生 做生意的人是 利用对方的痛苦的时候来赚钱 所以这个叫奸商奸商 生意做久了 心态就变了 因为他时时刻刻在这种状态 那我们学佛刚好倒过来 所以也不能利用信徒来装远自己 法师走出来 你看信徒两边站 文武百官 觉得自己有一点骄傲 像皇帝一样 你看我说法大家乖乖的 来满足很多这种现象 这个叫恶知识 千万不要接近 学佛最主要清净善知识 远离恶知识 我们不能利用世间法 来圆满自己所谓的佛法 所以那个要钱 那个要多少钱 那个要干嘛 那个要干嘛 把佛教变成一种买卖生意 所以我想 这种现象就自己还没有看开 还没有空性 然后就来修行了 甚至出家了 那就会有一点骄傲的心态 甚至为了满足这个面子 就不断地造恶业 你到场大我比你更大 你信徒多我要比你多 你排场大我也要高 那是完全世间法 那我们佛法就像今天首八万载戒 各位要学习 全然放下 无我无贪 要把自己完全地舍弃 只有空性 只有法 我们叫法身常住 像各位现在这个身体 也可能是个化身吧 它只是一个暂时存在的 也是个夜报的事件 但是我们要追求的是 永恒的真理 永恒的爱情 所以那叫慈悲 永恒的真理叫智慧 般若智慧 了解万法的本质 万法的本质都是空无自信 平等 但是显现却多采多辞 这个就是明光 自己能够了解 又能够显现个各种的状态 去利益众生 那我们要恢复这种状态 那首八万载戒 要恢复我们的佛性 以及用佛性所做的行为 就像各位刚刚 甘露世时 严供供随 佛前时供阳 我们写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牌位 所以简单地说 因为各位要 守大乘的八万载戒 虽然我们讲大乘的八万载戒 也不离解脱道的 这样的无我断贪的 涅槃的状态 进阿罗汉注 再以这个为基础 而且深信世间因果 这样来发起菩提心 以发起菩提心 来禅定 来深入经葬 来广结善缘 来累积普罗密 来引导众生 离苦得乐 这样来过一天的生活 所以 站在地上经 普门品 他要我们至少 各位没有出家 那每个月要十天 十灾日 保持在这种 清静大悲的状态 跟行为 要保持如此 本来这个人 对你很不好 想到他就很 就很有你恨他 抱怨 但是你在守八万灾戒这一天 千万不能想到这个事情 而且对他还要升起惭愧心 过去我一定伤害到他 所以我现在还要多修功德来回向给他 那这样就是一种解脱 也是一种符合大悲心 如果你提悟到这个道理 前一天你是恨他了 说了八万灾戒 你改变了 虽然八万灾戒明天结束了 你永恒保持这个正确的心态 不再恨对方 所以任何对不起你的 都是你过去对不起他 而且你可能对不起他 还要还七年也不一定 还要被他骂二十次 打二十次 不过现在只是一次而已 但是你心里不甘愿 火上加火 又会变成四十次 你在火上加火 变成八十次 那时候就轮回了 痛苦了 一直在这种痛苦 就像地狱的众生 死了又生 生了又死 难道圆罗王这么残酷吗 这不是 这就要让这个人 把这种恶心造的恶业 彻底地断除掉 让他痛无量次 这个痛无量次 也是削他的一夜 也让他心里 惧怕在造这个阴 这是一种佛菩萨的慈悲 就像一个妈妈 那小孩子做小偷 他不得狠狠地打他的手 打到他痛 永远记住这个痛 当他想要去偷的时候 他就想到这个痛 所以一个杯子 如果热得不得了 每个人都会放掉了 现在各位还抱着太太 追着男人 追着金钱 还不够烫 还蛮温暖的 事实上这个叫飞蛾扑火 最后你一定会被烧死 但是往往我们把世间的这种假象当作一种快乐 老公好 老婆好 儿子孝顺 地位高 有钱 房子大 那是满足一种心态的感受 受想形式的执着 而且你就会让你一直颠倒梦想 而且不断地轮回受苦 所以我想 各位还没有学佛以前 我们对子女所讲的话 还没有学佛以前 我有一次认识一个校长 他后来出家了 他为什么出家 因为他懂佛法以后 他生起惭愧心 他说他从他读书 他做老师 做教务主任 他做校长 天天在骗人讲错话 偏偏一直在伤害众生 所以认为这样是对 等他彻底了解因果佛法以后 然后他也了解 过去做老师 做校长 都是为了赚钱 为了面子 赚钱还小事 结果讲了话 伤害到众生了 法生会命 所以他出家以后 我就没有看过他 他躲起来 他说我要好好地去忏悔 但是我跟他说 你光躲起来 并不能弥足弥补啊 应该怀着惭愧心 去讲过去我怎么错呢 现在大家不能错 要告诉所有的校长 所有的老师的动机 你要正确 而不是躲起来 这个躲起来惭愧心 那还是这种解脱道 个人解脱的修行 我们也挺身的 敢被指责了 所以自己做错的事情 希望别人不要再犯错 这就是个悲心 自己受过的苦 希望大家不要再受苦 那我这样说 那希望各位在受 八万在戒的时候 你要保持这样的思想 深信因果 符合出离心 惭愧心 生起对众生的大悲心 为了帮助众生 怨成佛的菩提心 那发愿要成佛以后 要广觉善缘 要累积资粮 要广度众生 你不能说我发了菩提心呢 就躲在房间里面看经典 念佛 因为你舍弃众生 那就违背菩提心 你必须在医院里面 老人医院里面 在地域里面 在屠宰场里面修行了 因为大悲心 不能舍弃众生的 是在帮助众生的过程里面 从利他的过程里面 完成自利 从利他的过程里面 来得到佛头的智慧 所以反而是 因为有这个众生 你才又能够成佛 来着累积大悲心 跟智慧的质量 所以当你一发起菩提心以后 那你就不能闭关了 所谓闭关 那是因无所住 叫闭关 所以在汉川佛教 不会强调闭关 他强调的是心态 闭关 就是保持在八观在界的状态 但是对外在 永远用一种大悲心 承受众生苦 愿众生成佛的菩提心 也感恩众生 对我的恩 让我有机会 在众生身上 报恩 忍辱 不失等等 那这样呢 我才能够成就 成佛的资良 但是 也因为众生帮助你成佛 所以成佛以后 那就要感恩 所有的众生 所以 就像我们出家人 受了菩萨戒 一还俗 基本上都要堕落二道 为什么 因为发菩提心的人 就是发愿 我要广度所有众生成佛 哪一天你退转了 那不是舍弃众生吗 那舍弃众生 那当然要堕落二道 同样呢 在家菩萨也应该如此 所以大乘佛教 我们修到 不退 按要堕落三秒三不提 所以就叫 热轮顶上悬 就像这样 大火已经烧到你的头了 你还是不能退转 你还对众生的爱 跟悲心 不能退转 那我们现在 当然希望达到如此 要达到不退转 那你一定要 一波罗波罗蜜都顾 你一定要有 了解万法盆底 了解自信空 的这种空性 没有一个我在受苦 也没有一个你在伤害我 也没有这些外在的痛苦 因为它都是一种 像镜子里面的影像 虽然很清楚 感觉存在 却都是虚幻的 万法唯心照 你所感受到的 都是你的心的显现而已 所以就像彩虹一样 但是它是虚幻的 不存在的 所以就没有一个 我在受苦 也没有一个你在爱我 那你再不会有 执着的心态 这一点 我可能讲得比较快 但是各位一定要 把这个真理 永恒地放在心里 去思维 思维到 以法和为体 我想八幻灾界 内容定了 一切一切 目的就让我们 保持在这种 敬阿罗汉柱 却保持悲心累积善根 八幻灾界 不是今天过 这样而已 是愿我们 守了八幻灾界以后 那我们的日常生活 永远都是在这种 不离出离心 不离菩提心的 生活状态 不是说 因为菩萨界 没有舍弃的 站在解脱道 哎呀我 我没办法 不杀身不喝酒 至少我八幻灾界 那天不杀身不喝酒 明天一过了 我继续杀身喝酒 他是为了 自己消业障 乃至来世而修 但是菩萨道 的八幻灾界 是永不退转的心态 因为我们不可能 就像你 为你的儿子 喝牛奶 喝母奶 你不可能断了他的 因为你断了他 他可能会哭恶 乃至死 所以在不舍弃他的状态 而保持精进的修行 那种心态 所以解脱道 比较强调外表身体的行为 纪律 菩萨道 讲的是内心的动机 状态 动机是在大悲心 菩提心 状态是在无我平等的空性 所以菩萨道讲的是心界 菩提心界 然后心念 决定一切 然后如果你的心念是如此 当然你的外表必定如此 因为菩萨道士 从心引导了 那这样各位 有一点了解 请翻到四十二页 开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